叔叔阿姨看得這麼認真 還拿著電話出來 究竟在看什麼呢? 看真點 年齡、身高、上什麼工作 甚至連家庭的情況都列得清清楚楚 還仔細過你去見工的那份履歷表 但其實這些都是相提的資料 這裡是位於廣州天河公園的雙親國 由13年開始,每到週末 一班家長都會來到這裡 掛上引誘子女資料的精分交友表 為了幫兒子找女朋友 張阿姨五年前已經開始來雙親國 主動出擊找媳婦 但到現在都還未找到 這些孩子都很優秀 他們優秀怎麼來的? 都是消耗自己的時間 自己的精力 全部放在這裡面 所以說他把自己的事情當個了 我們每次都這樣說 不管你,不管你,怎麼可能呢? 所以這個事情對我們來說 家庭來說就是日式一層上面的事情 這是最主要的事情 廣州雖然男多女少 但雙親國這裡 就比較多女生的家長 來幫他們找男朋友 所以這裡特別設立了個女生專區 有廣州戶口,工作穩定 這些都是家長的基本要求 為了方便家長更容易找到 他們心目中的好女婿,好媳婦 有人就在微信建立了不同類型的群組 根據子女的情況 將家長加入相應的群組 現在已經有超過4000人加入 近年不少內地大城市都出現雙親國 更加有家長直接上電視台的雙親節目 幫子女找另一半 這種中國式婚姻再次興起 有學者說家長主動幫子女找伴侶 而且加入自己心目中的條件 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很多時候都會 即你本身已經 譬如說跟一個男生或者女生拍拖 因為太強烈反對,散了 可能年輕人自己都會覺得很有挫敗感 到底我應該找一個怎樣的人 可能拍拖是我喜歡的 但如果去到結婚那層 就一定要聽父母這樣說 我就一定要順著她的意 她又認為現在的年輕人 不再將婚姻放在第一位 而是有更多自己想做的事 家長一心為子女分擔婚姻上的壓力 可能會好心做壞事 可以